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特殊的内容 持有代数类别这个内容 当然这个呢可能有学以前学过 咱们说固定资产有个持有代数固定资产 后来呢把这个范围扩大了 就不仅限于固定资产 咱们很多非融资产甚至处置组啊 都可以化为持有代数类别 那这个在我们呢这个实际考栏当中 曾经考过啊这个内容 所以大家也是要给它重视的 好在呢这个内容并不难啊 那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面要注意掌握的 首先呢咱们说 那关于持有代数类别的分类要求 就是什么东西能分为持有代数类别 那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那最基本原则就是 如果啊我们这个企业 主要打算通过出售 而不是持续使用 一项非融资产或出售组去收回它的账目价值 那这个时候要把这种非融资产或出售组 化为持有代数类别 啊这么一情况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呢 就是无资产是比较典型的 啊比较典型的 说到正常我来使用它 是通过持续使用它 带来未来的基金利流入 那并不是以出售为目的 但如果啊我对它持有目的 已经是马上就要出售了 就不用再考虑将来的使用情况了 那这个时候在没有出售之前 那么我们要考虑是否满足持有代数类别条件 化到这里啊 啊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在看什么呢 就是我们持有它的目的 啊持有它的目的 因为这个呢对我们这个审计其实有很大影响了 因为是到管理层的这个意图的问题 那么在这话咱们注意 什么情况下 只能把这种非流赞或出售组化为持有代数类别呢 那么主要是这样的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要同时满足啊 那么一个是它已经可立即出售了 这一个 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售即可能发生 那换句话说 并不简单是我这个管理层 然后说我呢现在持有这个非流资产 对吧 然后呢 说我想要把它卖掉 就完事了 而是说什么 这两个条件 第一个它存在一个可立出售状态 第二个出售即可能发生 都满足了才化的出售代数类别 那这么一个 咱们以非流资产为例来说这个东西啊 出售组这个咱们不多说了 那这两条件咱们分别来解释一下 第一个什么叫可立出售 这个主要是 对于呢 这类资产 根据类似交易 那它以往的这种惯例 说在当前状况下就可以立即出售了 不需要我再花多大精力 然后花投入多少来呢 达到一个可受状态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啊 有些人 那是有多套房产 那么多的房产呢 这个不同人家是不一样的 像有的人家 那他这个呢 他说我虽然有几套房产啊 他我都是要自住的 那我并没有打算卖他 那这个时候呢 尽管他也说啊 你看我有这个房产 有多大方法好处啊 以后房产找我可以卖 但是并不存在有可立即出售的状态 那么有的人就不一样 有的人说我搞这些房子 为的就是卖 所以呢 都什么我也不会装修 然后呢 我也不把它出租 就是等着马上就卖 那这样的话 另外那个人 第二个人那里 他的房产 其实就是在当中啊 就可以立即出售 那这么一个啊 而第一个呢 他说我其实自住 那A房B房C房D房的 所以他呢 每个都要装修 这类的 所以你要卖的时候呢 还你去呢 整整整理 哪些东西我不卖啊 然后肉油 哪些我自然日常生活东西啊 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那这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 出售极可能发生 这就很关键了 极可能啊 对话 我们呢 这个会有事项啊 这个准则当中 提到了这种可能性化分 但是没有提到这个极可能 只要我们这极可能呢 有这么几个准则来用 却又代售说了一个 对吧 其实收准则下 说了一个极可能的问题 然后呢 套期里面 其实也提到极可能的问题 那在这里啊 我们呢 不管那个别准则怎么说啊 我们来说这个 什么叫出售极可能发生 这个 这个条件 其实在审议中 可以验证的 什么条件呢 就是 企业已经就一项 出售计划 做了决议了 首先我已经决定卖了 做了决议了 不过管理层意图 想卖就完了 决议了 决定 而且获得了确定的购买承诺 确定购买 所以人的承诺要买了 确定下来的购买承诺 那么预计啊 这时候会在一年之内完成 有个时间的问题 一年之内完成 所以有决议 有确定购买承诺 然后一年之内完成 这叫出售极可能发生 那具体来说 有这么几层含义 第一个 说呢 对于这种出售非语资产 或出售组 这个呢 一般是由相对应级别的 管理层做出 那已经做出这个决议了 比如说咱们大型的这种呢 非语语资产 不语资产这类的 或一些重要的这种呢 像包括无形资产啊 这类的 那我已经做出决议了 那一定是什么 根据这个 整个管理层内控的 要求对吧 是哪一级别的管理层 甚至呢 需要更高级别的 那批准做了决议了 但如果是相关的 必须权力机构批准 或监管部门批准的 必须获得了批准 还可以 对吧 这第一个 所以就是我的相关的 处置资产 或处置组这块 它的权力机构 已经做了这个决议了 决定卖了 那这第一条 对吧 第二条是确定购买承诺 那就要理解 什么叫确定购买承诺 实际上就是什么 企业和其他方签订了 具有法律约束利益的 这种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中 包含着交易价格呀 时间呢 注意足够严厉的 违约惩罚等重要条款 使得协议出现 重大调整 或撤准可能性很小了 但是呢 注意 我是确定购买承诺 但是还没有交割 它需要有个时间的问题 没有时间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有这个购买承诺 机会还没交购 包括没有付完款啊 这话 可能有付了一部分定金的啊 这类的 但是呢 大部分还没付呢 这话 所以这时候还叫 确定购买承诺 但由于呢 这种严厉的啊 违约惩罚条款等等 那么使得 说那变化撤销 这可能已经很小 那此外呢 就是时间 什么时候完成呢 预计 自化为持有代售 类别起 一年之内 出售交易 能完成 有个时间的要求 三个都满足了 那这才要出售 即可能发生 这才要出售 即可能发生的 那这两个 咱们两大条件 合起来 那满街非龙自然 或者出售组 就化为持有代售了 那这个要注意啊 为什么叫一年之内啊 因为化为持有代售的话 就属于什么 流动性的了啊 咱们呢 说报表当中 咱们这个报表当中啊 资产这块流动非流动的 对吧 负债也流动非流动的 那化为持有代售的话 那其实 就是一个流动性的 一年之内 这很关键啊 那么有特殊情况 那尽管啊 它超过一年了 但是依然化为持有代售的 所以叫延长一年期间的 利益外交换 换句话说 尽管它不一定是 一年之内 可能超一年了 但我们依然认为 它是流动性的 那怎么可以延长呢 这样的 就是出现了一些 且无法控制原因 导致我就说 未能在最初所预定的 一年之内完成 那这个时候 注意 如果啊 是关联方的这种交易 这个我准则是比较严苛的啊 国际上呢 没这么严苛 我准则说了 如果像这种 是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出售 那不准放松一年 对吧 那你要说不满足这个条件 那咱们就不能持有代售了 但如果是非关联方之间的 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 我这企业虽然没在一年之内 卖掉它 但是我仍然承诺 我还是要把它卖掉的 对吧 要处理这个非农资产或收入组 那么允许 虽然一年之内 没完成 延长一段时间 放松一年期限条件 那么它还在 持有代售这里面 一年放持有代售这块 对吧 那这时候呢 给报表上 所传递信息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里面 报表当中 所以对这个资产 比如说原来是一个 长期性的 贵资产 那么现在呢 是一个流动性资产 那么去年 咱们花为止流动性 今年它还没卖出去 但是我依然可能 花为止流动性 那这是特殊情况 那么什么叫 潜伏法控制原因呢 那么两个 一个是发生意外设定条件 一个是发生罕见情况 这么两个 那分别解释一下啊 这块 那么第一个 这个意外设定条件 那么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由于买方 因为我们是站在企业角度 是卖方这块啊 因为咱们讲快这块 你必须站在企业角度啊 说这个 你是卖方 买方和其他方的意外设定 导致这个出售延期了 这个条件 就一开始我们签合同时并没有 但是呢 出现了新的这个情况 意外设定了这个 那设定一些条件 导致必须完成条件 才能出售 那么就导致出售按我们原来 时间来比 是延期了 但我企业针对啊 这个意外设定条件 已经及时的采取行动了 而且啊 预计从那 这个 这个设定的导致出延期条件起 一年之内 能够顺利的化解延期因素的 那这叫意外设定条件 那么这个就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一开始当时是满足出售代售类别的 后来呢 因为买化工和其他方 进入一些意料之外的条件 对吧 使得我不能在一开始算的那一年之内完成 但是呢 我企业啊 已经采取措施了 来应对 我还是经常把它卖掉的 预计啊 从这个设定这个条件开始 从设定这个新的条件开始 一年之内是会满足它的 然后完成出售的 那在这个时候 尽管我没在最初一开始时的一年完成 但是依然却有代售 对吧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 预计那一年之内完成 结果呢 过去了半年左右 让人提出一些特定的条件 对吧 意外设定条件 那我说我还是要把它卖掉啊 对吧 那还要把它卖掉的话 怎么办 那我就现在满足这个条件 那说假如六月之后提出条件 使得呢 要满足化底是吧 你是再过九个月才能完成 再过九个月完成 那我积极猜说是 说能让它完成 那么一样在什么 从六月开始往后再数九个月 那么能完成 也是一年之 也是那什么 从意外设定条件开始一年之内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尽管最初那一年没完成 我们还是把它持有代售 所以我们最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把它出售 这个可以 因为是一个意外设定条件 那再有呢 就是第二个发生罕见情况的 也可以延长 主要不关键方 那主要是什么呢 因为不可抗力 也发生情况的 或宏观惊喜人发生几句变化 这种不可控制情况 那这是发生罕见的 非常罕见的这个 那么就是 对于那非诚自然或出售组 我们一开始化为出售代售了 满足所有条件了 在最初一年之内出现罕见情况 导致出售将被延迟至一年之后 那如果啊 我企业针对这些新的情况 那新情况 在最初一年内采取必要措施了 而且这种非诚在乎出售组 重新满足了 出售代售类别化为条件 有点是说 在采取新的措施之后 在当前状况下 利益和出售 而且出售即可发生 那即使跟原计划比 没法在最初原计划一年完成 但跟新计划比呢 一年之内完成 那好了 这个时候仍然是 持有代售类别 那就比如说 咱们这两年的疫情的问题 对吧 那假定啊 我们本来啊 在2019年的时候 对于某像非诚在 欢迎持有代售 当时是满足的 但因为疫情原因 导致啊这种出售 导致这种出售 没法在20年去完成 对吧 但是啊 针对这类情况 那比如说购买方 因为这种疫情导致的原因呢 那我这时候还要记忆把它卖掉啊 我又采取新措施了 然后又有新的买家 想要买它 那预计啊 虽然在20年不能完成 但在21年年初就完成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它还在持有代售类别 就这么个情况啊 那么再一个 咱们说持有代售类别的这个伎量 这个伎量呢 咱们注意啊 按时间轴来说 那有这么一个点 中间的点 那么再有呢 后面有个终结的点 是什么情况呢 咱们这么说 首先 这非同赞或春祖 它初始状态 然后呢 化为持有代售类别的时候 这个是挂到那个地方的 以及 最后终止确认或移除的 那么就化为这么几个情况 一个呢 咱们说 对于非同赞或春祖 化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有一个计量的要求 还没化到那怎么办 然后化到持有代售类别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 这原来不是持有代售的 怎么办 因为原来不是持有代售 该怎么处理啊 然后现在变为持有代售 那么持有代售类别 怎么做 初始计量 对吧 然后呢 注意 从那化到持有代售类别时候 一直到你处置之前 中你确认之前 中间有一端 那么叫持有代售的 后续计量 这样一个 所以呢 我们来讲一下 化为持有代售类别前的计量原则 化为持有代售类别时的计量原则 化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后的计量原则 以及它的终止确认的问题 移除呢 咱们不在这讲了 这块 那在这里啊 它比较复杂 情况比较多 我们在这只说一下什么呢 只说一下 关于 非流动资产 化为持有代售类别的 那处置组呢 咱就不说了 因为处置组的话 放到咱们筑块 那个会计里啊 或者说筑块综合阶段里 考一考它还行 放我们审计当中就有点多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只说一下 这个 持有代售 这个非流动资产 它计量要求 那首先咱们说 关于呢 这个持有代售类别 计量要求当中 化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的 对于呢 一个非流动资产 首次化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那这个时候 你原来是什么 就是什么 就按照相关的准则规定 计量这非流动资产 咱们加持就行了 就原来公共资产 公共资产规范 原来是呢 文资产 无从资产规范 对吧 原来是什么 就是什么 没化到持有代售的 然后呢 对于那你出售的非流动资产 在化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要考虑做 减值测试的 做一次测试 对吧 然后在化为持有代售类别时 就要用到这个了 那好了 咱们说一下 这个持有代售类别的 处置计量 把一个非流动资产 化到持有代售类别时 那注意 那么我们首先来比一下 如果呢 这个持有代售非流动资产 当时的账品价值 低于在当时 供应价值减去 费用的进额的 那这个时候 就直接 用这个账品价值 转入持有代售类别就行了 就当时账品价值是多少 现在又转进来多少 不用调了 这样一个 那如果啊 当时账品价值已经高于 高于当时的供应价值 减去费用的进额的 这个时候 咱们就要谨慎了 不要高估这样资产 于是呢 要把他账品价值 减记至 当时的供应价值减去 抽出费用的进额 减到这个进额 那这样的话 你和账品价值是有差啊 这个差做哪 做到资产减值损失当中 资产减值损失 就当你损疑 记忆是有代售资产的减准备 这是咱们划分到 持有代售类别的时候 然后注意 有些情况下啊 我们这个持有代售非中资产 其当时供应价值减出费用的进额 变成负的了 变成负值了 这个时候 你这个持有代售非中资产 说怎么办 我也变成负的 那不行 因为你是资产嘛 所以最多账品价值减到零 减到零为限 这样一个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说那个金额是负的啊 你这零啊 那么 那个负值怎么办 那这要注意 这个负值要不要缺运御负债呢 给他入了账呢 这个时候会有实际上的规定 来做处理 也就是满足不满足 御负债确议条件 满足缺运御负债 不满足不确认 所以这个需要进一步的判断了 注意一下特殊情况 然后咱们是代售一般的啊 对于一般的坏持有代售 那这个非中资产 化进来之后 后续这样怎么办 因为你持有它并没有马上卖掉它 对吧 比如一个坏资产 坏持有代售的非中资产了 那你并没有马上卖啊 因为还有一段时间呢 那这个期间怎么办 那注意 对于持有代售非中资产 这个时间既不折旧 也不贪销 只要进来了 没有折旧贪销 因为它是流动性的了 对吧 注意啊 它呢 原来是非中资产 现在坏持有代售了 所以本质上这种变成一个流动性质的了 流动性的资产 它又不存在这个折旧贪销问题了 但是它存在一个简直的问题 于是咱们注意 坏持有代售了一遍之后 那你就坏掉之后 每到资产费表日 我们要重新计量一下这个持有代售的非中资产 如果啊 在资产费表日 其账目价值 资产费表日账目价值高于 那资产费表日的公民价值减除非到净额的 那么咱们要把咱们讲减下来 差额资产减值损失 就当你损疑 那既提使用代售的资产减原准备 持有代售资产减原准备 就是这个比较高的 那么如果后续资产费表日 持有代售非中资产 公民价值减除除费用减额增加了 那么注意 在你化为持有代售那边以后 发生的减值是可以转回来的 以后那可以转回 那转回时呢 也是进损移的 但是呢 移就是化育持有代售类别以后的 化育持有代售类别以前 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不得转回 那其实这道相当什么呢 就相当于咱们的存货仪 存货呢 你可以提加准备 提加准备可以转回 但必须属于存货性质流动的安心制 我们现在持有代售的资产减移 你化到这里了 那么自然费源日看有没有跌价 对吧 当然咱们这个叫减值 有减值了 我还减 那价值回升呢 我会转 但必须属于持有代售本身的 你之前的 你说我是非用自然的减值的 那不行 那这样一个 比如说那你的自然费源日多少个 其实呢 可能会什么 比如说我们上年化育持有代售类别了 那么今年 那这个比如说 季报的时候 331算一次 还发现呢 什么 减值了对吧 减值了 630还没卖呢 这个减值可以转回来 是这么个意思啊 它不可能我持有几年 因为咱们既是有延长的也就是什么 就延长了一年也就是 那最多就延长了一年 所以这块咱们要注意 那这一定要注意它的情况 就这么一个 那再有呢 关于持有代售类别的终止 因为就是完成这个销售了 对吧 就终止确认了 那么对于持有代售非同赞 终止确认了 真正完成销售了 那要把排位 确认的利的损失 进入到当期损益就完了 那这是咱们说持有代售类别的计量要求 那我再强调一遍啊 咱们考试当中考过 审计考试当中考过这些 就在这些当中 这么一个啊 那后面呢 咱们说基础班里面 再讲到这类问题的话 那大家一定会了啊 不能说不会了 那这是咱们说 关于持有代售的 那这个相关类别这个要求 因为呢 它这里涉及到呢 持有代售的这种的非同赞出息组 出息组比较麻烦 那我们的审计考试不能考得那么复杂 所以咱们到这就行了 到这就可以了啊 这样一个 然后呢 咱们说一下这个金融资产 这个基本规范 那么咱们这个金融资产其实比较麻烦啊 这个内容量呢 特别的大 这要讲完 说心里话 你要是咱们整个这个预计班只讲它 我能讲完的 这话 所以呢 咱就没办法啊 那么详细的讲 但好在呢 咱们这些年来啊 就是 对于我们这个金融资产啊 如果考试的话 这个点还是比较集中的 所以咱们只对它最容易考的那部分 给大家讲一讲 那首先咱们说金融资产这个分类 那对于这个企业 它所持有的金融资产 根据呢 这个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用模式 跟金融资产它横线量特征 我们对它做分类 分类有三类 太阳成本计量金融资产 公允加计量变动作 其他同收益的金融资产 以及公允加计量变动作 当期损余的金融资产 那对于这个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分类的这个要求 咱们看一下打题目 那么咱们说金融资产的基本分类啊 基本分类 那么名称 刚才已经说这三类对吧 分类序号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 那这个序号其实挺关键的啊 因为我原来其实只有那什么 就是有人说四类对吧 那是你学的旧的金融资产准则啊 现在呢 并了 变成了三类了对吧 而且顺血不一样 原来呢 第一类交信金融资产放在前面 现在放在最后面了 那么其中啊 对于企业这种呢 金融资产这块债权性质的这个 投资类的 那么可以放第一类 可以放到第二类 也可以放到第三类 若是全形投资 比如说股票投资这个 那么这个优先考虑的是第三类 那这个要注意啊 优先考虑第三类 特定情况下可以放到第二类 那核算科目这块要注意 核算时候呢 第一类的债权投资 第三类的交信金融资 第二类的 如果是债权性质的 叫其他债权投资 如果是权益性质道 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呢 大家要知道一下 然后呢 咱们注意 对于这个金融资产 包含负债 它分类已经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 但不是说不能变 并不是不能变啊 那么债权性的投资 债权性投资 金融资产 三类之间可以重分类 权益性投资 就是股票投资 在金融资产当中 不能重分类 这个我要注意啊 然后咱们说 它的具体分类 这怎么分类的 一个我们的最基本的 第一个 贪亦承卖计量金融资 对于这个 我们说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分类到这里面 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管理金融资 用模式 是收取合同金融流量为目的 简单来说 就是由着这个金融资产 债权性投资 产生的本金利息 对吧 我要把这个收回来 以此为目标 那这是我管理的目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 根据啊 这金融资产合同调款为定 那在特定日期 对于这个金融资产 所产生的限运能量 只是对本金 和以未产物本金的 金额为基础的 利息的直部 所以对于那 根据这合同来看 它的限运能量 仅是本金加利息 那本金加利息 就是咱们有时候 有些血过的SPVI 那个测试 那如果这两个都满足了 那咱们放到第一类里面 放第一类里面啊 对话 那么但是有一个要注意 就是咱们正常商业往来 行的有信用期限的应用账款 对吧 如果我打算 收取那应用账款 可能性能量 以此为目的 不谈先处置的话 那么这个应用账款 也是以贪于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 这个有些同学啊 学学卷 把它给忘了 应用账款 它是个金融资产 它是金融资产 那么一般情况 我们如果就是往回收这个 应用账款 收这个金额的话 那就是第一类的 贪于成本计量的 因为利息呢 因为是信用的 对吧 是信用的 所以呢 在信用期内 我们并不约定利息 视为利率为零 这么一个啊 这样一个 那么第二个 以公云加几辆 且变作 其他从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个要注意 对于这个要注意啊 如果我们没有特别说明的话 这么来叫 这类金融资产 确实是个债学的性质的 也就是说 要同时符合下的条件呢 我们分类到这第二类里面 什么呢 第一个 我管理它的义务模式 既考虑收盘线流量 又考虑出售它为目的 那这我管理它的义务模式 然后呢 它的合同线流量特征 也是指挥在特定日期的 本金和以未尝本金金为期的利息之后 也是能通过本金价值测试的 就是能通过SPI测试的 只不过我管理它的义务模式 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什么 卖的 我既考虑收盘线流量 又考虑呢 那在我更有利的时候 我可以卖掉了 两个 所以这个呢 就咱们说 其他战争投资那个 其他战争投资这块 然后呢 注意 对于应用战款 不一定会得花到第一类里 应用战款 也可能花到第二类 咱们看看例子 说毛企业啊 在销售当中 通常会给客户一定期间的信用期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应用战款 咱们学校财管 就知道这应用资金占用 对吧 那为了盘活这种存量资产 那所以存量资产 就应用战款 占入资金了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于是呢 假企业又和银行 签了一个应用战款的 无追索权的保利总结议 银行呢 向假企业一次性 受信十亿元人民币 那在十亿元人民币之内 假企业可以随时 向银行出售应用战款 只要在这个金额之内 我卖给你 就得买 而且历史上 假企业曾经频繁的 向银行出迎用战款 而且资金额很大 这类的 而且一旦出售了 就满足金融资金占用权的规定了 就是对方无助有权了 要卖给你 你就自己去收钱 就完了 那这个例子当中 应用战款的 又管理模式就是 既收合同现金占为目的 又以出售金融资金占为目的 对他来说 看哪有利 能贴收回来的 过能设立收回就收 有的呢 自己一旦压住了 我还需要用钱 马上就卖 所以这两个 对他来说都重要 这一个业务模式 同时呢 应用战款 这个合同本身 是符合本价利息的 同现金额特征的 所以 合起来 咱们分到第二类 以公允加计量 企业变动作 且还从收银的金融资 这样一个 但这个呢 咱们报表 劣势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因为这个 你不能放到什么 你可不能放到 咱们这个 说 用战款当中 你放用战款 它实际上是应该什么 它有什么基加 你也不能放到 其他战业投资当中 所以我们呢 一般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报表上有个叫 应收款项融资的 报表下部 那你有款项放到这里的话 属于这个性质的 那报表列为 一份款项融资 这个注意啊 那么除了这两个分类之外 还有金融资的 特殊分类 那么一个呢 就是 咱们第三类 以公允加计量 企业变动作 当期随名金融资 那这个呢 包括 那这个 债权性质的 包括权性质投资 都在其中 对吧 那么它实际上 用一个排除法 你分类到第一类的 和第二类的 以外的金融资产 那么就放到第三类 棍加计量 变动作 当期随名的 那只要不放到第一类 或第二类里 不满足条件 我们就扔到第三类 那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我企业 持有的金融资 并不是说 因为是其他用模式 分到第三类里的 但也可能是其他用模式 那比如说 我们呢 对于这个金融资产 并不是以 那这个 收益横限量为目的的 也不是既收 横限量流量 那又加上了 这个出售为目的 是其他用模式的 那是分到第三类 但还可能什么呢 还可能什么 就是不能通过 本金加利息测试的 比如说 如果不能通过 本金加利息测试 哪怕我关键金融资产 用模式是收 横限量的 或收横限量加出售 你也没办法 放到第一类 或第二类里面 所以也只能放到 第三类放到第三类里面 这样一个 那这是咱们说 这个金融资产 这个第三类的 这个情况 第三类情况 可能有模式不行 也可能 本加利息测试 无法通过 这么一个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一类的投资产品 我们放到第三类里面 那么一个股票 这很好理解 如果不是长头的话 如果没有特殊指定的话 那咱们股票投资 就放到第三类里面 特殊指定一会儿说 那再有这个基金 对于基金产品来说 它没法通过 本金加利息测试 所以这个我们基金 一般就放到第三类里 第三类 那再有可转换债券 困债呢 这里面注意 因为它嵌入了一个 衍生工具转股权 所以呢这个企业的收益 在债券那部分的 基本基金的安排基础上 又产生了转股权 这个衍生工具的 带来的不确定性 而我们呢 准则要求 把可转债是放到一起来 考虑了整体来评估的 整体评估的话 它就不只是本金加利息 那这红线比较特征的 所以也是不满足 本金加利息测试的 因此放到第三类 这样一个 那当然呢 咱们现在有一些 那理财产品啊 对吧 结合性存款啊 通常咱们也都是放到 第三类里面 那这点让我们知道一下 那除此之外 咱这个权益工具投资 股票那块有特殊情况 刚才咱们说了啊 如果啊 这个权益工具投资 股票投资这类的 恒线流量 这个评估是通过不了 本金加利息测试的 所以放到第三类 但是呢 也可以强行指定 那比如说我这个权益性投资 不是个交易性的 是个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我可以把它指定为 注意以供应价计量 且并做其他中国收益的 金融资产 强行指定到第二类 明白吗 这类的 那么注意 可不可以 可以 但这个指定一经错出 不能撤销 换句话说 你放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里了 你就不能再放到交易性精彩 你放到交易性精彩里了 也不能放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要注意啊 就是股权性的权益性的投资 放到第三类 就不能放到第二类 放到第二类 就不能放到第三类 这样一个 那么通常来说 属于一些战略性的股源投资 就是它首先不是长头 但又是一个战略性的 股源持有的 那比如说我持有某个企业 3%的股权 达到不了这个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 但是我又打算长期持有 属于一个战略性投资的 那么这个 咱们就可以指定到第二类 放到第二类里面 但这个注意啊 这个指定做出来了 可就不能出来 比如说那这有什么影响啊 一会儿咱们看一下 它的后维计量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接下来咱们说一下 金融资产的计量原则 那首先这个金融资产初始计量 那注意原则上 公允价值 它入账按空允价值 来计量 那么对于金融资产啊 咱们说特别投资 买的这类的 那有交易费用 那如果是有交易费用的话 其中 以公允价计量且并做 当期损的金融资产 它的交易费用 是当期损 那这个不作为 入账成本的组成 剩下的 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 那么交易费用 是作为初始券的金融 作为它的资产入档价值 组成部分 那金融资产也是一样的 那这处计量这一块 然后重点 说一下它的后续计量 那么对于金融资产 后续计量这一块 它跟它分类有关 分类已经告诉大家 怎么后续计量 对吧 那么它也成为计量的 对吧 以公允价计量的 只不公允价计量 做侠宗受益的 和公允价计量 公允价计量 做当期损的 那所以这个类别 已经告诉大家 它后续计量了 但是呢 难点就是公允价计量 最高 那咱们说一下 对于呢 以公允价计量的 这种经资 后续计量的 那么它的供允价值 变动的利得损失 除了是套一块 一个规范之外 按照下的规范处理 那这个要注意 第一种 咱们说 正常的一个债券性投资 供允价计量 变动做加通收益 它的利得损失 供允价是变动内观 做其他总统收益 那么这个其他总统收益 以后是可以转损的 所以到直至这个金融资产 被中续确认 或被重分类 这样一个 那就说 对于这个金融资产 如果中续确认了 我中续确认时 那处理的价款 和账目价差额 转党性损移 之前做其他总统收益的 利得损失 要转出来也尽当于嘴 有债权性的 那这是什么 其他债权投资 所以出售这个 其他债权投资 使账务处理 按处理价款做银行存款 然后截转其他债权投资的 账目价值 什么成本 赢金利息 利调整 供应价值变动 这类的 然后截转 以前 持有他期间的累计的 供应价值变动 做其他总统收益的 那截取其他总统收益 借其他总统收益 最后倒几差额 进入投资收益 注意啊 其他债权投资的 那么能进损移 这一个 这一个 那这个就特别强调 这个问题啊 这个其他总统收益 是要转损移的 其他占预投资的 那如果是第三类 金融资产的 供应价值变动 那他的供应价值变动 他的利得损失 做供应价值变动损移 但关键呢 出售的时候要注意 交易性金融资 出售的时候 出售的时候怎么办 出售价款 减去出售时的账面价值 倒几差额 做投资收益 那有同学呢 他学的什么 老的金融工具的规范 所以他还在找 那累积的供应价值变动怎么办 累积供应价值变动 供应价值变动损移怎么办 这个不用管了 注意啊 因为有同学呢 没学过这个啊 再强调一下 就是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出售企业的供应价值变动损移 视为已经实现了的 所以出售时 无需再次截转一次 做什么投资收益了 不用了 无需再次截转啊 所以咱们处理这个分路当中 你发现不了 累积供应价值变动损移 那个东西 对吧 他光有交易性金融 供应价值变动 没有供应价值变动损移 不考虑耐考 这交易性资产 然后还是供应价值变量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对吧 就是指定为以供应价值变动 做其他东西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对于这个 除了获得的鼓励 做损移之外 其他的供应价值变动的利得损失 做其他东西收益 这个其他东西收益 注意 以后是不转损移的 不进利润表的 那对于这一类的 我处置时 处置价款和账目价差额 做留存收益 以前做其他东西收益的 那么累计利得损失 把它转出来 也是做留存收益的 所以这点和钱一个不一样 虽然都是供应价计量 便做其他东西收益的 债权性的 那么处置是要转损移的 包括家中收益 权益工具投资的 那么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第二类的 那么处置时没有损移 所以咱们看他的这个处理 那么处置时债款借阳存款 带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什么成本 公计价值变动 然后倒几差额 挤入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没完 对吧 还需要把累计的 家中收益转出来 那么借其他东收益 带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就完了 所以这点呢 咱们要特别注意 考试当中 完全可以考我们 一个债权性质的 作为那第二类金融资产了 其他债益投资 一个权益性质的投资 放到第二类金融资了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处置石 他俩这个家中收益处置是不一样的 处置石有没有损益是不一样的 两个要分开 那这个要分开啊 这么一个 那咱们金融资产呢 其实内容量非常大 非常大 那包括呢 什么这个套期也是在集中的 对吧 那包括呢 咱们说金融资产这块啊 咱们说重力确认呢 金融资产转移啊 都在这个其中啊 包括这个简直 但是呢 在我们审计考当中 我觉得 你要不是特别来难 难受的话 正常来考 也就是刚才 这种分类的问题 和处置石这个问题 就行了 这么一个 所以更多的 咱们不讲了 对吧 那这咱们讲金融资产这个问题 但是呢 跟我们金融工具有关的 还有一个内容 还有一个内容啊 这个也需要大家 特别掌握一下 什么呢 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本身 它对应的就是 我们金融工具准则 而且呢 咱们说这个内容啊 变化较大 对吧 特别没学过的学业啊 你要学过新债务重组的 那不说了 没学过的 得好好学一下 这个得好好学一下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把这个债务重组 这个规范看一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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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